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疫情扑杀在一个点上面 其他国家做不到 民主选举的国家做不到 就这么简单 是他们没有选择 不是他们不想清零 然后我来说一下一国两制 刚才阿包不是说 如果要在没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结束内战 我想了一下 其实是可以的 怎么说 如果在没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结束内战 就是台湾人承认自己是非法占领中国领土的外国人 那就没有内战了 然后台湾人离开中国的领土 把之前搬去的黄金国宝 以及以这些黄金作为储备金发行的新台币计价的所有财产留下 OK 就是把属于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 对 唯一一个没有 就一个中国前提的 结束内战的方式 哦 没有一个中国前提的结束内战的方式 是这样 好 OK OK 好了 有道了 对吧 然后那个 台湾今天很多同学 还是不明白一件事情 还是觉得自己 可以跟中国提很多要求 提很多条件 还是觉得自己跟大陆 是在一个 谈判桌上平等的 谈判对手 是这样吗 对吧 有一句台词怎么说的 你们对于力量 一无所知 对吧 那个魔兽世界里面 对吧 这个我打个比方 就好像 今天马云阿里巴巴 要来收购我开的一个小公司 你觉得我有多少本钱跟他提很多要求要这要那 有吗 有吗 有啊 你可以跟马云讲 云哥 我们是一家人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样就可以啊 直接跪下来 啪啪啪 不用这样嘛 云哥我们是一家人啊 那他也不好意思 好 那你继续 对吧 所以 今天很多那个 而且他刚才说 包括很多台湾 包括像赵超康什么都讲啊 大陆要先民主 然后我们再跟他谈 对吧 嗯 今天大陆民主最大障碍是什么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 说隔壁啊 一边这边是印度 那边是台湾 嗯 他们两个就是老天爷从天上拍下来 告诉大陆人民 民主搞烂了能搞成啥屌样 嗯嗯 就你们俩在边上这个样子 大陆人民敢要民主吗 嘿 嗯 你敢要嘛 嗯 是 你们搞成这个样子 你们要是搞得好 对吧 说句难听的 你台湾今天 搞得非常 民主搞得非常好 大陆人也看在眼里的 应该是说了 不要这种民主了 要另外一种形式 就不要这种普选式的民主了 好了 嗯 来你继续 问题是大陆 世界上怎么讲 就是 而且还有一点啊 嗯 大陆今天如果搞民主选举 嗯 对吧 你觉得什么样的政党能上台 有钱的啊 最会喊口号的能上台 对吧 选举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什么样的口号最能吸引人心 哎 民粹的 哎 收复台湾的 哎 是 对吧 所以我不明白台 台湾有很多人老是惦记着要大陆民主 嗯 大陆民主了真的就就 是 哪个政党说我上台 我一定啊 说服台湾不惜一切的 要说台湾他肯定上去了 哎是 你们没有威气意识的吗 嗯 我有 还有人天天电 对你有但是大部分人好像都没有 是是 哎有人天天惦记着共产党 共产党要怎么怎么样 我有时候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啊 最好一天三炷香 祈求啊 共产党江山涌物 我是这样 不然他政治 对啊 嗯 他要是政局不稳 他肯定就输出战争 对吧 转移国内矛盾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历史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啊是啊 是啊 台湾现在说句不好听是 砧板上的那块肉 啊 那块肉还老惦记着这把刀 完全掉下来 嗯 这是 这是什么什么心态啊 哎 哎 就是 就是 希望吗 这是一种希望 哦 好了 你继续 对吧 所以 还是 还是那句话就是 你不能指望你的敌人 变坏变烂 嗯 对吧 你要 把做做强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指望别人自己垮掉 这是不现实的事情 是 你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 对吧 哦 我还想起个事儿 刚才那个阿包说两中在联合国 对吧 他说最好是这样 哦 OK 啊 两中在联合国这个方案 美国是提过的 被否了 嗯 被否掉了 嗯 当年老蒋为什么退出联合国 因为他不退出联合国 下一个议案就是把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 而且这个一样是一定会过的 OK 嗯 啊 所以他抢在那个之前自己退出 那就是等于面子上还好看一点 嗯 对吧 留个面子在 我不是被你们赶出来的 我是自己走出来的 嗯嗯嗯 我知道 这才是老蒋为什么要退出 嗯 这个他是没有办法的 不是说他不想待在联合国里 他也想啊 哦 对吧 嗯 是没有选择啊 嗯 然后还有像什么 你们台湾 人都支持乌克兰 你们是乌克兰干什么呀 乌克兰卖航母给大陆啊 嗯 你们支持他 嗯 痴心疯了吧 嗯 乌克兰卖了多少东西给 给大陆啊 当年那个R25都差点卖给大陆了 那个是以前的事 嗯 啊 那是以前的事 嗯 乌克兰现在 跟你们台湾关系也不好啊 你们台湾前几年要 在那儿 开个办事处 乌克兰都不给开啊 嗯 但是现在他是跟俄罗斯敌对嘛 那俄罗斯跟中国一起 乌克兰跟美国一起嘛 那美国跟中国对抗 没有跟大陆翻脸啊 没有 现在很简单的分法嘛 但是 现在是美国在对抗 这个 那就是台湾就跟美国一起对抗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不是二分法的 哦 你看这个仗打到这样 嗯 打到现在 美国倒是会出来说说中国什么什么 对吧 乌克兰从来没有说过中国 我知道 我知道 乌克兰一句都没有说过中国 中国 中国也没说过乌克兰是吧 嗯 乌克兰外交部长前些日子还说了秀希望中国出来调铁 是啊 是啊 是吧 嗯 所以 台湾的同学还是要带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不是二元的世界已经在进入一个多极化的过程当中了 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金字塔的顶上那个唯一一个尖了 对吧 而且现在整个欧洲还都在分裂 北约内部都出了很多问题 前些日子大陆不是运二十 运了那个炒弹去那个塞尔维亚吗 嗯 对吧 你们发现没有啊 它那个飞机是停在土耳其的 是 发现了 土耳其是北约国家 是 土耳其关系很大 2000年前后的时候关系最差的时候 他因为支持江户关系下进到太半期啊 现在大陆把军火存在他那 在他那转运你想他们之间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嘿 私底下 对吧 不知道有多少交易呢 嗯 真的要要好好想一想 不要太 那个 好吧 啊 好 OK 好 那我就先说这些吧 好好谢谢你啊 Black Jack 谢谢谢谢你分享 OK好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